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他电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愉快地声音传来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 我说 我是你的女儿 我是小金 小金啊 他说 带着很浓的浙江香音 你在哪里 带他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 带他去美容院洗头 带他到菜市场买菜 带他到田野上去看露丝 带他到药房里买老人营养品 带他去买棉质内衣 宽大却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 带他去买鞋子 买乳液 买最大好的指甲膏 我牵着他的手 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 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 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 不认识的人 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 一边切槟榔 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 有时候说一句 轻得几乎听不见 一刹毛仔转来了 见识容易 别识难 离开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离开前24小时 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 我轻快地说 妈 明天就要走了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 看着窗外的天 这时 马上把脸转过来 慌张地看着我 要走了 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 要上班 不然老板不要我了 她垂下眼睛 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 两手教我 放在心上 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跟上班 是不能对抗的 她也知道 她第一声自言自语 哦 要上班 来 我拉起她的手 坐下 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 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 她坐在床上 顺从地伸出手来 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 一片一片慢慢上 每一片指甲上两层 她手背上的皮 扎起来一大把 是一层极薄的人皮 满是皱纹 像蛇退掉 气质的干皮 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 倒在手心上 轻轻揉搓这一双 曾经老路不堪 轻轻暴露 而进灯枯油尽的手 涂完手指甲 开始涂脚指甲 脚指甲 有点灰指甲症状 硬厚的像岩石 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 她缩起脚 说 烫 我说 一点也不 慢慢来 浸泡五分钟后 脚指甲稍微松软了 再吐色 选了艳丽的桃红 小心翼翼地点在 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 效果 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 像给僵尸的脸颊 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 她静静地认我摆布 我们没法交谈 但是 我已经认识到 谁说交谈 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 还有什么 比这烟枝阵的摆布 更适合母女来玩 只要我在 她脸上就有一种 安心的平静 更何况 烟枝阵是有配乐的 我放上周旋的老歌 我们从夜上海 一直听到凤凰鱼飞 星星相映 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所有的手指甲 和脚指甲 轮到我自己 黄昏了 淡淡的阳光 把窗帘的轮廓 投射在地板上 你看 我拿出十种颜色 每一只指甲 涂一个不同的颜色 从飞红 到紫黑 她不说话 就坐在那窗檐 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 从一个指头 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 朋友总是惊讶 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完完了 空气里全是指甲油 指甲油的气味 我说 明天 明天我要走了 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 要走了 怎么要走了 那 我怎么办 我也要走呀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 拿出口红 你跟哥哥住啊 你走了 他要伤心的 来 我帮你化妆 她一瞬间就忘了 我要走的事 对着镜子 做出矜持的姿态 我呀 老太婆了 化什么妆 可是 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 拿起梳子 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 单逆于美的女人啊 六十五岁的时候 突然去闻了眉和眼线 七十岁的时候 还问我她 该不该去龙鼻 多少次 她和我一起 站在梳妆镜前 她说 女儿 你要化妆 女人 就是要漂亮 现在 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 黑斑在干枯衰老的皮肤上 像退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 说 来 抿一抿 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闻过的眉上 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 我搂着她 面对着大镜 东莹多漂亮啊 她惊讶 一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吗 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 对着镜子里的人 说 妈 你看你多漂亮 我明天要走 要上班 不能不去的 但马上 会回来看你 我会回来看你 也许那些生命的光阴 就在一天天空蒙蒙的等待里 日渐模糊 可我们 是不是可以更加用心的 把那些温馨的时光 拉长再拉长 然后 把它永远 刻进我们的心房 这里是365读书 我是主播云公子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咱们下期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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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